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才是最让人痛苦的事情吧 感受下我这足迹光大的痛苦 在上面这张剧照下面 都带了几个评论 也特别能说明问题 我截图分享下 这种电影都快让人对胖子产生恶意了 实际上 以胖子为主角的电影 我们之前也看过太多 但是 那样的胖子电影 最终总会得出一个 即便胖 却也可爱 或者胖子也可以很优秀这样的主题 就好像红金宝 沈殿霞 正则是 荧幕上有很多非常受欢迎的胖演员 一样可以是明星 一样可以让大家喜欢 也真心的欣赏 因为 人家又才又可爱啊 而这部影片 两个胖子角色除了油腻与泛蠢之外 没有任何让你觉得可爱的一面 甚至会带来一阵阵的恶意 而且 影片最大的问题在于 文章与鲍贝尔两个人 本身并不是胖子啊 发布会图片你们看哪 如果一个胖子 去演自己作为胖子 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歧视 甚至 他拿自己胖的形象来搞笑 这其实都属于自嘲 他们会因为自己的身份 而把握相应的分寸 而一个人根本不胖 然后化妆成一个胖子 并用这个胖子形象来装傻 卖传来搞笑 这其中 就有个伦理问题了 健康人可以去饰演不健康的人 但是 千万别拿这种身份搞笑 这是打击 因为 创作者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这是人身攻击吗 尤其是影片甚至没有真正想要反思这件事 而是从头之人将胖变成一个搞笑的符号 两个一看就是化妆出来的 毫不可爱 又蠢兮兮的胖子 最终 也只是两个喜剧符号 实在是够了 这影视影片 让我觉得最恶心的地方了 且不说郭京飞又玩了一次结巴梗 而且 叠住胖子这个设定 全篇就是各种麦春女装傻 包贝尔的角色基本又是一个傻乎乎的搞笑角色 靠麦春来寻找笑点 比如没事八个文章装子啊 弄出个风皮的声音啊 我特别饱不懂 没事八文章装子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尤其还要一而再 再而三的吧 虽然没仔细数过 但是 综版那四五回版 这种低级搞笑方式 乐趣又在哪里呢 而克拉拉这个角色 基本就是个纯花瓶吧 气氛不多 还都是给观众一吟用的 或者 也是主创自己的剧位吧 很可以的 至于剧情本身 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 特别简单又老套的一个特工喜剧 两个胖子特工联手打破毒枭 问题是 毒枭一伙一体都是蠢货 整个过程 也是难度太低了 有意思的是 顾金飞的角色 在片中叫做麦天佑 这样的名字 总让我想起昔日的喊麦大王李天佑 不知道 这其中有没有致敬的一 丝 只不过 隔壁的营救王新人 可是直接把片又请去客串了 这边只是个虫名 还是插着一层了 在这篇文章即将结束之前 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新闻 关于鲍贝尔导演与毕志飞导演之前的一点小误会 前几天 鲍贝尔误以为毕志飞导演批评了他的电影 并给予回应 最后 才发现是误会一场 还专门在微博上道了歉 而毕志飞导演也转发事前嫌有人躲闪不及 有人迎头赶上 可以